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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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共济会和银行家就是借着美国人欠他们债务的方法成为了美国基督徒的主人 而使到神所给予美国基督徒的祝福落入成为他们主人的共济会和银行家 因为神想要祝福美国的基督徒的时候必须先要祝福他们的主人即是他们的债主 并且共济会和银行家另一方面又由撒旦另一方得到撒旦给他们的利益 而美国基督徒就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 一出埃及就拜金牛族成为拜金者 而他们亦因为债务而扎根在巴比林里面 所以当将来教会被提的时候 美国人将会只有少数可以被提成为身父 而大部分都会成为启示录第十二章所说 那个不能够被提的妇人 甚至成为六六六受孕的牺牲者 失去永恒的救恩 启示录十二章五至六节 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 是将来要用铁杖核管万国的 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 妇人就逃到旷野 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 是他被养活一千二百六十天 启示录十七章一至五节 拿着七腕的七位天使中 有一位前来对我说 你到这里来 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 所要受的刑罚指吸离汗 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 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 我被圣灵感动 天使带我到旷野去 我就看见一个女人 骑在珠红色的瘦上 那瘦有七头十角 片体有蝎族的名号 那女人穿着紫色和珠红色的衣服 用金纸、宝石、珍珠为装饰 手拿金杯 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 就是他淫乱的污蔚 在他颜上有名写着说 奥秘哉、大巴比伦 作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武 您的志力